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節目 台灣的台商 我一直覺得它是一個滿好 從台商來看兩岸之間互相交往的過程 因為整個兩岸的一些關係 走到最後的部分 台商其實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感測器 他們對於兩岸的氛圍 會是一個最敏感的人 如果講春江水暖鴨仙之 那隻鴨子顯然就是台商 對於這些感測 在1988年我們看到中國發布了 這有關鼓勵台灣投資的規定之後 大概隔隔兩年開始 台灣就興起一股西進的 這些投資風潮 這20多年的一個發展下來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台商 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貢獻 我認為還是非常多 從過去所看到一些資訊資料裡面 整個台商所投資的這些金額來講 不會不小 所以兩岸之間的部分 在往返裡面也透過這些互相的一些交流 在過往也得到了許多 我們認為還是有正面發展的效益 但真的是如此嗎 後來我們看到不管是在疫情 或者是這些領導人的一些更替之後 又產生了許多的一些問題 那些疫情的胡亂的一些風控 產生了一些影響 加上我們看到美中的貿易戰 從政治外交不斷地延伸 大家對於西進中國這件事情 重新來做一些思考 到底中國大陸現在整個 政治經濟的一些走向 尤其特別對於經商的環境來 是否還是如我們過去 可以做掏金夢的地方 然後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過往 也曾經在中國經營將近20年的台商 我們廖金章 廖大哥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其實請他好好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廖大哥你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是 廖大哥過往也常常有機會 上一些媒體來做這些相對的訪問 談到自己在整個台商的 一個重要寶貴的經驗 過去30多年我們看到資料 台商大概投資將近1900億的美元 有人說佔了他這段期間 在那段期間的一個外資 大概至少達到1.6以上 1900億美金大概多少 將近6兆台幣 如果以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中央政府總運算是2兆左右 那個將近有3年 全國的中央政府的運算投入 這非常的嚇人 所以到底 當然啦 就是談到中國經濟 有人還是看好他的前景 廖大哥做了一個很不一樣的選擇 就是後來你覺得一然決然 希望退出中國的這些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選擇 大家就說這是單純因為疫情嗎 或者是有其他的 可能的一個原因跟考量 這部分是不是麻煩您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當然各種原因都有啦 但是主要的 還是中國的經商環境 他已經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完全已經不一樣 我說過他現在是進入一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嘛 一個休斯底的陷阱嘛 這兩個陷阱同時存在 他是沒有能力去處理的 尤其是現在習近平 他沒有技術官僚啊 他這些說 我常常說是他這些小矮人嘛 帶著一群小矮人撐不起這個泱泱大國 這個是中國現在最可怕的 所以你說他我為什麼離開 當然經濟環境惡化 這當然是一回事啦 去年開始停電嘛 我們都知道中國電是 李鵬家族控制的 他不應該停電 不應該缺電 他也不缺煤 是吧 但是各種因素啦 我的判斷這些都是表面因素啦 實際就是電力政變啦 這是我個人的判斷 所以他這種情況下 你根本經商環境已經惡化 到你沒有辦法做了嘛 你接到一個訂單 然後突然停電 你怎麼交貨 我知道說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他都保障不了 我認為我去年就準備要走嘛 到今年3月份上海封城 我就覺得徹底沒救了 這個國家已經沒救了 因為上海是他最主要的經濟所在地嘛 你上海一封 整個中國經濟整個瞬間就凍結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上海港外幾千艘船 是要進口跟出國全部都凍結 所以我們那時候感覺到說 整個經濟瞬間凍結了 所以我3月份就覺得不走不行 所以剛好那個時候 剛好因為那本來就封控著嘛 那時候剛才深圳的那個蛇口 到香港機場的船那一陣子 那幾天剛好開了 我就趕快衝回來嘛 就是說那個時候 已經決定不走不行了啦 所以我本來是大陸工廠 是想要把它處理掉嘛 但是你這種狀況下是處理不了的 所以沒辦法 我就把它先承包給朋友 承包就是租啦 就儲物給朋友嘛 本來也做得好好的 然後我不是回台灣之後 我就開始做自媒體嗎 我在YouTube上有一個叫塔山之春 我自己的油管嘛 然後我就在上面罵習近平嘛 還有我上次之後幾個採訪 我都罵了習近平 3天後就把我的工廠給封掉了 所以我說習近平是很小氣的 你不能罵他 他拿我沒辦法 他就把我封了 所以就是說這樣一個人質的社會 其實我們在台灣 你看這最近大選嘛 是吧 蔡英文做好人罵人怎樣也沒事嘛 所以台灣永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 都去看中國了 這樣你... 所以我說你不了解中國人 不要再進中國了 就你看不到的事情 都會把你搞死啦 是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也有一種很好奇 剛剛這個廖大哥也提到了 這個後來回來 因為他們就做了一些緊縮 大家就很好奇 那你的那些 在中國大陸的那些資產 到底現在的狀況如何 如果有很多經商的朋友 應該想聽你的經驗 可能也可以給我們許多人 來做一些參考跟建議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個失敗的例子 不要修了 真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真的是義憤天鷹就跑回來了嘛 所以跑回來其實 就像很多朋友問我說 你怎麼... 你罵習近平你不怕嗎 我說我沒想過害怕這個事 因為這是我的國家嘛 所以我沒想過害怕啦 那之前是因為工廠要賣 但是疫情之後就再也賣不掉了嘛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那邊流連 就想回來不是 不想回來不是 這到最後我們就加了決定嘛 是吧 當然啦 之前的獲利是 這有會回來啦 但是最後 不過我沒有所謂資產 因為我的工廠是租的嘛 是 工廠是...工廠租 然後就是這一個生意 機器種種的就承包給別人嘛 然後不是被封掉 封掉就沒了 他是把你徹底封掉了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已經... 也沒有什麼好會不會的問題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 中國曾經是一個兩位數 兩位數成長大家都很清楚嘛 我說中國經濟已經垮了 它是已經垮了 不是要垮 以我的朋友 我現在還是可以了解 很了解中國的經濟 畢竟還是有一些朋友在嘛 我有一些公司的報表是要給我看的嘛 所以說中國的經濟 現在我認為已經沒有可能再回復了 它的這種狀況 我說供應鏈的形成很難嘛 你把它打斷了 你怎麼可能 你輕易把它打斷 你還想把它恢復回來嘛 是吧 你的採購商不可能再下單給你啊 它為什麼要下單給你呢 客戶下單給你 它是有他們的計畫 大家都很清楚嘛 是吧 什麼時候下單 什麼時候出貨 什麼時候上架 什麼時候做促銷 然後一系列的嘛 你突然 沒有前兆突然斷貨 採購商比你還更嚴重 它損失比你更大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時候 只有下定決心到東南亞 到印度去採購了嘛 這個是不會再回來的 它沒有理由再回來 因為你這邊的風險 所以我不是常講有三大風險嗎 這三大風險還被各個節目引用 我說中國有三大風險 行業風險當然有嘛 是 中國制度風險當然有 還有一個叫傻子風險 什麼叫傻子風險 習近平這個傻子 你不知道他明天要做什麼 為什麼叫他傻子 不可預測 這最討厭 因為他不可預測 他明明知道這個對國家是有傷害的 但是他照做啊 前天沒有看到一個國家的領袖 是不管自己國家經濟的嘛 所以我就稱他習大傻 哪一天習大傻這個名字叫紅了 那個是我發明的 所以為什麼他那麼恨我啊 他為什麼把我工廠封了 是 現在我中國的朋友 一個一個被叫去喝茶了 大規模地找我的朋友去喝茶 這個是事實現在正在發生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樣的一個國度 我都已經回台灣了 然後他報復我 報復我工廠 然後還要找我的朋友麻煩 當然我對我的朋友 真的很對不住我的一些朋友 我當時沒想到這麼多 因為我對他們問我說你不怕不怕 因為我自己也沒想到害怕 我自己沒想到害怕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說我朋友會有一隻 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還好 目前喝茶都不是大事 只要他找你喝茶就沒事了 告誡一下嘛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大概也是讓大家可以知道 現在整個台商的部分 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會很好奇的 台商的關係 台商的問題 以前我們在討論這個台灣內部 在討論所謂的不在籍的投票的概念 其中談到境外的投票 大家都非常擔心 因為大家直指的就是那個 將近100多萬在整個中國工作的這些人 這些台商總認為他就會被影響 這個我覺得今天就請廖要 幫我們解密一下 我不確定就你有沒有參與 這些相關的台商的商會 過往台商的商會 到底這些相關的中共的這些幹部 是怎麼利用台商 你有聽過什麼樣的這些在台商運作角力 希望他甚至回來影響台灣的這些案例嗎 這是一定有的嘛 這是一定有的 據我所知道 他真的讓你回來台灣影響 影響選舉的話 他是會給你一筆錢的 但是這個錢他不是直接給你 他是會從租稅上給你優惠 所以你台灣要去查這個金流 可能就很難查 是查不到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一直 但是我能這樣講 台商裡面的藍綠比例 跟我們一般人生活中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以為說台商一定都是舔共的 這個真的是誤會啦 我們去中國不是為了說什麼 大中國循環 我們只是因為我們的成本太高了 然後我們... 我那個時候我是去25年了 我們去的時候台灣請一個工人 中國可以請50個 50個 不是5個喔 你就粉紅來跟我講說5個 我說是50個 那個時候是這個差距 所以當你的競爭對頭去了 你就必須得去 所以台商藍綠比例 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不要給台商訂標籤 他也不是什麼什麼什麼粉紅 他就是為了生存而已 這個要先釐清啦 所以在中國 你們為什麼不再急投票 在中國那是絕對行不通的啦 絕對行不通 中國想盡辦法要介入你台灣的政治啦 他想盡辦法 你怎麼可以給他這個機會呢 如果你的信是 你的不再急投票 是用郵寄投票的話 是 我跟你保證他每一封信 都會跟你檢查過 你沒有投他要的人 他是不會讓你記出去的 不要給他任何機會去控制到你 所以我們一直想辦法就是 所以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台商協會就是這樣 台商協會基本上都是 他們管控的嘛 甚至他還給一些台商政治任務 你要負責檢舉多少台獨企業 結果有台商這樣跟我說 當面這樣跟我說 很多人 幾個台商在吃飯 他們就這樣跟我說 說那個書記說 我們要舉報台獨企業了 台獨企業 然後我也沒說話 我這樣瞪著他兩眼 他趕快跑了 他發展也不敢吃 我說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些事 但是你沒辦法 你腳踩人家 地頭頂人家聽 所以綠的台商都很低調 藍的台商就會參加台商協會 然後大肆去舔共嘛 這樣他會有一些優惠 不管是租稅上的優惠 還是說行業上的優惠 都有都有 不是聽過哪一個大流氓 在那邊是負責深圳的什麼 什麼消防器材的嗎 我們就不講名字了 我就這樣 任何一件事他都不是偶然 都是利益在驅使的 他也沒有多愛國 他也沒有多愛那個國 我只能跟你講 台灣這個國他都不愛了 他去愛大陸那個國 你信嗎 大哥你信嗎 我也不信 所以這個一定是利益在這邊折衝 所以說台灣人在這邊 在台灣跟在中國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所有的言行 態度 舉止 邏輯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台灣怎麼樣 其實你要先去理解他的立場 他的立場跟我們在台灣不一樣 你看我在台灣我現在什麼都敢說 我在中國敢說嘛 當然我在中國也說啦 你也知道我在中國 在所謂的反共的一些群體裡面 我大概六七年 他不會找你一些麻煩嗎 我喝了四次茶 我封了300個微信群 以上啦 我在中國的那個 他們這個所謂的民主群 我還是滿有名的 我在中國有名叫塔珊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網名叫塔珊 如果你有朋友在中國民主群混過的話 應該都認識我啦 因為我這些年真的做了很多次 所謂的傳播真相嘛 我不是要跟你共產黨作對 我就是看不慣你這樣的行為 一樣的政策 你是完全為了你共產黨執政 能夠執政下去 它不像我們民主國家的 我們每個政策都是為人民嘛 你今天一個政策晚上 100個電視節目再跟你評價 你敢亂來嘛 這就是我們的價值 但是我們突然覺得 這個國家怎麼是這個樣子呢 任何一個事情都是為了權貴 為了他們共產黨執政 然後對人民呢 就是欺負人民啊 因為他不管你壓榨你的權利 我得不到嘛 你要說均富的社會好嘛 好在哪裡 每一個人都... 我有錢 你也有錢啦 很好啊 大家都想啊 對 我不要去搶你的 我也不希望去欺負你啊 大家都有錢嘛 他們那個國家不是嘛 錢是有限的嘛 你要有錢就在把他打趴嘛 把他錢搶過來他...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所謂集權國家 他本來他們的生存法則就是這樣 是 不是說習近平有多壞啦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這麼壞啦 當時胡錦濤 你們剛剛看得出來 胡錦濤好像很溫和對不對 所以我就很慶幸習近平上台的 如果胡錦濤這樣的人繼續做下去 台灣人全部被他騙光了 那時候我們不是也很相信他們嗎 包括馬英九時代的政策嘛 那個時候台灣人其實對共產黨是有 是有好感的 因為你市場大 你人工便宜 可以讓我去做生意 但是你好像對我還挺溫和的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一個湖北的書記到東莞來 幫一個大台商洗腳耶 洗腳大哥 做到這麼卑微 請你到我內地去投資 就這樣 因為他們有那個嘛 早期 所以這個事情要現在跟中國朋友講 他們受不了的 因為他們覺得官是很大的 什麼 我們的官 居然還對你們台商這樣 當然那個時代過去了 時代過去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我一開始其實有跟那個廖大哥這邊 也在談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節目當中 大概大尾有個問號 就以剛剛提到 我很想問他說這25年來 這個喝茶這個有沒有歷經 不同的主席 有一些改變 真的會是如此嗎 其實這個大概延伸來問廖大哥 你剛剛也大概有提到 當然不是這樣 會嗎 我剛剛講過了 胡錦濤看起來是不是比較溫和 胡錦濤時代沒有喝茶這種問題 胡錦濤時代 我們是真的有言論自由 那個時候還在QQ時代 還沒有那個微信的時候嘛 罵政府 我那時候問我大陸朋友 這樣罵可以嗎 他說沒事沒事 喝茶是習近平後的事 我記得官員有時候 自己都會調侃自己共產黨 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所謂的喝茶 所謂的風群 那個是習近平 而且還是中後期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說的是說 共產黨都一樣 你看胡錦濤這樣 當然學習西藏是胡錦濤帶冷卻的 這個也是很狠的 是吧 但是你看現在被習近平 這樣當眾羞辱嘛 就是他們這樣的國家的文化 文化就是這樣 我掌權我就是要欺負你 以前的人說他至少檯面上 大家還是保持一個表面的和諧嘛 他現在無所謂啦 因為我黨政軍一把抓了嘛 我刀把子 槍桿子 刀把子 錢袋子 筆桿子 都他抓了嘛 他不怕了嘛 他不怕在全世界面前 羞辱我的老領導 還是我的恩人嘛 這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制度的本質 就在這裡 不是習近平特別壞 是他們都是這個 哪怕他沒有在人前 給你做這麼難看 他人後也是給你做這樣做 是 並不奇怪啦 如果你在東國待久 你會覺得這個動作 看起來並不奇怪